用鏡頭捕捉賽馬的瞬間精彩 專業攝影師, 攝影發燒友 一起分享他們鏡頭下的賽馬樂趣 立即放眼馬世界 對…但那裡沒試過, 真的沒試過 一定有大會安排 之前也來過這裡, 特意拍照 也有很多掣肘 希望今天有些好位置 可以嘗試拍攝不同的作品 向自己有一點技巧的挑戰 看看一個這麼困難的環境 你如何表達, 我想也挺有趣 歡迎大家收看《眼馬世界》 今時今日科技的發達 令攝影再不是專業攝影師的緩意 隨著越來越多攝影愛好者的出現 所以攝影的素材偏向比較多樣化 以及向高難度挑戰 賽馬攝影這集的速度 動感姿態於一身的挑戰 今天大家有機會可以親身感受一下 因為我周慰打介紹一個很特別的攝影比賽 今天是年初三 來說, 多了很多個特別節目 例如風車那些 平時就算有馬場也不會有 這些也是一些特別的地方 通常我們買公眾席 就不能進入這個位置 所以特別安排來到這裡拍攝 這日是大年初三 沙田馬場除了安排了很多賀年的節目之外 馬會還連同一個攝影網站 合辦了一個以投彩為主題的攝影比賽 他們在網上 招募了十多名對賽馬攝影 有濃厚興趣的攝影發燒友 組成團隊 在專人的安排和帶領下 遊走沙田馬場大大小小不同的地方 全程用鏡頭捕捉賽馬日之中 精彩的每一刻 之後就會在他們的作品中選出優勝者 現在玩攝影的人越來越多 其實他們的器材 基本上很多方面都有 其實今天馬會都安排了很多豐富的節目 給我們 早上一早大概11點左右 有很多明星會表演唱歌 例如有觀音娜 有蛇絲曼等等 然後有蔡野會來撐牆 因為是投賽 我們這部份少得蔡野 接著又會有舞龍舞獅等等 當然參加者最想拍的當然是蔡馬活動 今天馬會就特意安排了一個很漂亮的位置 就是在千四米起步點 我們就會拍攝集前的情況 和馬匹起步的一瞬間 這個之外 大家都會去到這個會員席 可以拍攝到近距離 拍攝到馬匹充線的狀況 就是有充足時間準備 會比在終點上很多人搶 也有一個新的體驗 而且又不需要跟人搶位 是的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安排 完成了今天很大的心願 我會想捉住有馬場 有他們的一些折騙 一些特別特別特別製造出來的標誌 都可以加上蔡神 我想會帶點氣氛出來 對於馬會 或者對於我們雙方面的合作性 其實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想多點曝光 還有想多些人知道 帶多些人流進來比馬會 還有從我的立場來看 就是多一個渠道 讓多些人知道 原來賽馬是一個挺好的設定題材 這個攝影之旅 成功地將攝影和賽馬運動 兩種深受香港人喜愛的興趣 結合在一起 究竟這個這麼特別的活動 當初是怎樣誕生的呢 其實因為近年 數碼攝影是一個很普遍的家庭活動 或者是年輕人、大人、小孩 都很喜歡手裡拿著一個 有數碼攝影功能的電話 或者一部數碼相機 就可以拍攝自己身邊的事物 以及記下一些有趣的東西 其實我們希望可以通過這個媒體 通過數碼攝影這個現在這麼普遍的活動 可以令到多些人可以參與 可以來到馬場 可以拍攝在馬場 或者感受現場賽馬一些精彩的時刻 通過我們和這些攝影網站的合作 通過他們可以幫我們召集一群 對數碼攝影有興趣的人士 而可以從他們的相片、他們的角度 可以帶出現場賽馬一些不同的現場氣氛 以及他們自己的感受 Jeffrey 你的DCFever.com 我們在2002年開始有一個網上平台 然後變成一間店舖 不如說說你的發展吧,挺有趣 其實我們的網站是2002年開始成立的 成立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將一些免費的攝影器材 以及交流的知識帶給我們的網友 初三你們跟馬會合作 有一個攝影比賽 又說說這次跟馬會合作吧,Bee 其實這次跟馬會合作 我們的網友都很開心 因為他們其實拍照也很喜歡 將一些平時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例如一些賽馬這麼快動作的畫面 我們肉眼都很難看得清楚 但拍照出來就很清楚 看到馬鈴空中 還有泥彈起了 那些很有動感 攝影人們很喜歡拍這件事 變成了我們跟馬會合作 舉辦這個活動 立即一呼百應 很多網友就立即報名這個活動